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原事实 探索真相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 我是大腕 啊 在前面咱们说了 不只是爱德加凯西 就连正儿八经的学者约翰安东尼韦斯特都提出是一万年前建造的 那么这就让人们开始思考了 难道他真的是一万多年以前建造的吗 于是人们就又开始继续寻找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能够证明这种说法的证据 后来在古埃及的一些遗迹里 人们就发现了一篇记载着相关内容的这么一片名文 这所谓的名文呢 就是刻画在墙壁上啊 或者石碑上啊 刻画的一些文字 那这段文字是怎么写的呢 写得很拗口 说地上的荷鲁斯在夏至前的七十天 有弯弯曲曲的河的东岸 向这一边开始行走 向对岸开始行走 七十天之后 他与地面上的另外一个神奇结合 正好出现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要表达什么呢 这段话里边 这个荷鲁斯 就是这个法老的守护神 说他从河的对岸走过来 什么河呢 人们猜测是尼罗河 走了七十天 他跟另一个神奇结合 到底是跟什么结合呢 我们不知道 而且呢 这里边说了 这个时间正好是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就是早晨呗 那么这段话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不明白 既然不明白 于是人们呢 就也按照这个明文的说法 在夏至的七十天之前 开始从尼罗河的对岸 往吉萨金字塔这边走 但是走了一顿之后啊 人们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的建筑或者地方 充其量呢 也就是有几个大金字塔 没有找到一些能够帮助人们理解这段话的这个线索 于是啊 人们看着这段明文就思考 心想我们是不是没有正确理解这个明文说的意思呢 于是人们就又开始仔细分析这段话 首先这段话里边啊 这第二句 人们就发现问题了 第二句说 由弯弯曲曲的河的对岸 向这一边开始行走 这个弯弯曲曲的河呀 是这段话里边最大的一个未知因素 没有明确指出到底是哪条河 那会不会它代表的不是尼罗河呢 而是别的河呢 后来还真就有一个聪明人 他说这个河呀 很可能不是尼罗河 那它是什么河呢 这个古埃及人对天文学不是很有研究吗 金字塔里边的很多数据都能够展现出很高超的天文学知识 那么从天文学这一点上来看呢 这条河会不会指的是天上的银河呢 于是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啊 人们就站到这个吉萨金字塔去观测银河 哎 发现在银河的东岸 果然是有一些不寻常 有一个星星 这个星星很亮 那么这颗星星啊 应该就是代表着明文里边说的那个荷鲁斯 所以人们就在下至的七十天之前开始观察这个星星 观察了七十天 发现这个星星呢 在七十天之后 真的还就穿过了银河 落到了地平线上 具体它落到了什么地方 从吉萨金字塔观测的话 这个位置啊 正好就是尸身人面相的位置 尸身人面相呢 正好是正对着这个星星的方向 而且在这个地方呢 人们发现有一个星座 什么星座呢 狮子座 当然了 在写这段明文的那个年代啊 古埃及有没有狮子座这个说法 咱们是不太清楚 总之 他们当时肯定是知道 最后这个星星呢 是来到了这么一个星座当中 并且呢 跟这个尸身人面相 它是重合在一起 那按照这段明文里的表述 就是说呢 和鲁斯神和这个狮子座 在这里合二为一了 所以古埃及人在参考了相关的神明的形象之后 根据这个天文现象 他们就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尸身人面相 那由此 人们也就明白了 这段明文 它原来指的呀 是这颗星星 它的运动过程 指的是这么一种天文现象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天文现象呢 它跟这个尸身人面相诞生的时间 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 因为人们在研究这个天文现象的时候 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首先啊 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 最传统的说法 认为这个雕像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建造的 那么根据推算呢 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时候啊 这颗星星 它在银河东岸 走了70天 来到对面狮子座 正好 位于尸身人面相正前方的这个时间 它不是在夏至这一天 而是在春分这一天 这就有点不对劲了 因为这跟明文上表达的那个时间呢 它是不一样的 如果非要看夏至这一天的话 在公元前2500年的夏至 在这一天的早晨 太阳刚升起的时候 尸身人面相正对的那个东方地平线上的那一个点 它是没有狮子座和这个星星的 当时这个星星和狮子座在哪啊 它在尸身人面相正对方向的28度之外 也就是说呢 在公元前2500年前的夏至这一天 这个星星的位置偏了28度 为什么呢 很神奇啊 后来人们啊 就开始推想 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呢 说尸身人面相它建造的时间啊 其实并不是公元前2500年 因为我们知道啊 地球是一直在围绕着太阳公转的 那其他星球呢 也都有自己的公转 所以也就造成了不同的时期 它这个狮子星座跟这个星星会合的时间 那是不一样的 那么什么时候 尸身人面相所面对的正东方 正好是这颗星星和狮子座 结合在一起的方向呢 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时间点 那么根据前面那段名文 我们就有理由认为 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尸身人面相 它建造的时间 人们当时用这个计算机一算 很快把这个时间就算出来了 是在公元前的10500年 在公元前10500年的夏至 恰好是这颗星星历时70天 走过银河 与地平线上的狮子座 相结合在一块的这么一天 而这个地点的方位呢 正好也是在尸身人面相 所正对的方向 这是最近的一次 符合这个条件的一天 所以呢 根据这段名文 人们推测出来的这个 尸身人面相的建造时间 它也是在公元前的10500年 这么说的话 难道这个尸身人面相 它真的是在一万多年以前 建造出来的吗 那不然的话 这一切又该怎么解释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几十年来 很多学者都在积极的研究思考 想着究竟它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如果真是一万多年以前建造的话 那么当时人们把这么大一个建筑放在这 在那个时候 人们可能还根本不知道金字塔 那么当时把它放在这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偏偏放在这呢 怎么不放在珠穆朗玛峰呢 是不是真的 就跟艾特加凯西说的一样 在它下边 是一个亚特兰蒂斯文明 留给后人的一个秘密档案馆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啊 直到今天 咱们也没有搞清楚 答案到底是什么 或许以后的某一天呢 我们的后人能够把它们 给全部的解开 好 有关这个诗圣人面相 咱们呢 也就说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